另外由甘季官表演夜市中心跟阮剧团联合推出的建花开戏剧节 准备要在13号顶顶 中国华东也邀请南部火局科学大专心 占对消局电影所设计的表演作品 为期五星期推出五顶位表演 精彩科技 来到甘季官表演夜市中心的小剧场 来自台北的渔邦新夜火局团的表演 为建花开火局节来丸心 笑过局情是引起台下一篇的笑声 这是来自日本的漫才艺局 是一种很看待的表演方式 然后跟相声不同的地方呢 是在于说我们会在短时间内 然后把所有的笑点堆叠出来 然后我们也不刻意需要强调自正强远的部分 当然重点还是要让大家能听得懂 可是我们的取材会非常的生活化 我觉得我们演出的最大宗旨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抱着一颗快乐的心进来 然后看完之后哈哈大笑完之后回去 所有演出内容全部忘记 主要的重点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轻松的一个半小时 看火局表演也可以很轻松 甚至有表演者用舞台来生創意 请像建花开火局节的收窗瓦东独聚会 是由中晋台学中文会来专业 用特局本的方式 将演员和观众的角色来对调 所以观众的作为是变成舞台的背景 然后这个独聚会也虽然穿的是独聚会 但是演员还是会简单的服装跟穿梭在观众席里面 这独聚就是观众跟演员的关系会对调 然后观众会坐在原本的舞台上面 建花开火局节是由嘉义官表演的属中心含卵剧团 作为针对各式的舞台的小剧场所设计的华东 也请到南部火局相关科学大学生 共同参务 包括中三大学 素德科技大学和中晋大学 可以说是一次性大大学生 联合創造的嘉年发挥 那所以对这么专业的设施 其实在之前就很多的一些老师学者 建议我们应该多加利用这个场地 那所以我们今年很幸运拿到文件会的一笔状况 我们来做了这个小剧场的艺术节 我们希望能够把小剧场艺术节能够持续的做下去 然后变成南部的一个续剧的品牌 建议开火局这对10月13号开始 由中晋大学独聚会来打开寿命 接收下去有中三大学 和素德科技大学所带来的第六病房 和萨瓜村顶的火局组聘 经过完当时气息到11月17号 熊关注顺车到暖剧团的梦长来查顺 世纪新新闻等开发明荣兄蔡永波德